阿田你这个手好像一个木棍 叹气 你干嘛叹气 随便你画没画 这样没有勾起你一点回忆啊 之前我就是这样子跟你做为好朋友 没有勾起你回忆吗 小狗狗没有记忆的吗 小狗狗 阿姨算 我跟阿姨姐已经少到最的地步了 他随便我怎么摩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轻易的尝试 挑战一个狗狗的理性 阿姨她是特别佛系的 我跟这一个贪碎的狗狗 真的是第一次见面 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她 现在我准备把她从头到尾 入一点点 丑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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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睡 来 绑头发 绑头发长长的 哎 没关系啊 哇 哇 你都没见过我对我这么放心 打招呼 打招呼 也不行 也不行 抽他尾巴看得起来 抽尾巴 抽尾巴 快 继续睡 摸他的身 打他的 打他身 好结实哦 起来啦 起来啦 认识性朋友啦 认识性朋友啦 也不理 扯你大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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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男孩 不好意思哦 我不是有医猫帮你的 小男孩 我是扯一下看看 进大腿 进大腿 没反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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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反应 有点满意没有 哇 嘿嘿嘿嘿 小男弟 小男弟 嘿 小男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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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跟这个小男弟 我真的是扯了他了 扭到哪里他都没反应 全部遗传他妈妈 跟他妈妈一样 蓝蓝的 佛系狗狗 你的妈妈在做 哇你们两个 对着睡啊 爱姐你的睡觉的知识都遗传给你小孩 好搞笑点 咱们